蓝白阵营坚持要强度关山 现在是激起越来越多的民怨了 现在在立法院场内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我们赶快连线给严林 严林请说 好各位观众 我们持续来关心在立法院的最新现场 可以看到现在立法院刚刚已经表决通过了 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的第53条 那还是在国会调查权的部分 不过现在院长韩国瑜宣布要暂时休息 那稍后将继续表决53条 在下午3点5分的时候继续开会 也就是休息10分钟 那刚刚整个的表决过程里面 由于民进党人数是占劣势的关系只有51席 所以他们还是动用了各个可以使用的 议事的攻防的手段 来尽量拖延这些条文的通过 下次我们刚刚观察到的 就是民进党的立委郭国文 他因为上次在院会的时候 奋勇地跳上主席台 那后来也造成了他尾椎受伤 也有摔下来的状况 所以他已经带着护腰好几天了 那他刚刚呢在登记发言的时候 他就故意以受伤的这个关系 从底下的座位走到发言台 走得非常非常的慢 走了三分钟的时间 才走到发言台 那还喝了一口水 才慢慢地开始发言 所以大概呢 拖了三分钟的时间 但是即使郭国文拖了这三分钟的时间 那民进党呢 为了拖延整个条文的通过 也不断地以表决 并且重复表决这样子的程序来杯葛 那一个条文大约会表决八次 再加上委员发言的时间 我们计算大概一个条文通过 需要25到30分钟 那民进党已经用了 可以动用的手段来做杯葛了 但是现在还是讨论到了 已经表决通过了第53条 那在经过两条之后 就是大家很关注的第59条 也就是国会听证权的部分 那在听证权的部分 也是国会扩权一个被民进党认为 是大大扩大了国会的权力 而且可以任意地把人找来听证 参加听证 那如果无故不来 或是说不提供资料的话 只要经过立法院的表决 就可以罚钱 而且可以连续的按次来处罚 那在立法院的表决 可以看得出来 就跟刚刚在表决法条一样 由于国民党还有民众党 他们人数是占优势的 所以民进党就担心 只要是国民党跟民众党 看不顺眼的人 或是看不顺眼的团体公司企业 他们要求你交出资料 你就得交出来 否则就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 人数优势来对你裁罚 那现在韩国瑜已经宣布 休息到3点5分了 我们预计大概在傍晚的时间 国民党和民众党 就会以人数优势强行的 来表决通过这攸关 国会听证权的第59条 那到时候民进党 会不会有其他的手段来反制 我们会随时带您来关心 以上先还给棚内 谢谢严林首在立法院带给我们最新的讯息 因为现在蓝白就是挟着这个人数的优势 他们想过的法案没有不会过的 民进党现在只能一直使出所谓的拖延战术 尽量的来拖延 但是最后应该还是不抵蓝白这么多的人数 不过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淑华议员 因为现在在场外的状况是怎么样 说真的很多民进党的委员 是对这个现场的青年的安全 是感到忧心的 好像吴思瑶他就说 这个真的会替现场的年轻人 觉得有点担心 那希望大家守护台湾民主的时候 也要保护好自己 那因为他担心的是 其实国民党这边 真的好像冲立法院的动员令 也都已经一一曝光了 这个这边包括议员刚才有讲到 其实各方人马都已经在老人来 来请教一下议员 好 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因为早上其实我们真的蛮担心的 因为就有人在讲说 中山南路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现在是这样子 我们申请的路权的部分 原则上是这两个区块 就是在立法院周遭 像这边 你看我们刚刚看到青岛东路 跟这个旁边近南路 正江街这里 那他们往后 因为我们521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往后面 因为人太多了 就一直往后一直延伸到 中山南路上面 那所以往到这边的话 包括监察员跟教育部 这个地方都是都会自然移出 那然后结果呢 早上他们说 这个地方好像有人把申请 入选申请下来了 那我们就去了解 说是国民党人申请下来 结果呢 我就很我们就很急着 怎么会国民党申请下 明明这个自然移出 521就已经有这样状况 怎么会让他是国民党 又去申请的 后来呢 我们才发现说 国民党他申请的不只这样子 连这里 从这个镇江街 从青岛东路往这边 双越这里 他也申请下来了 包括这个地方 跟宁申南路 全部申请下来 等于是立法院周遭 全部被包围了 那后来我们就赶快想要赶快 一去因应这件事情 因为坦白讲 我们还是担心 因为现在目前是白天的时候 如果到了晚上 比如说下班的时候 可能人潮又会太多 那人潮太多的话 直接又自然移出在中山南路的话 是不是会爆发一些冲突 所以其实我们很紧张 然后再加上 我要跟大家报告 那个罗志强 已经是在青岛东路的这一侧 就青岛东路跟这个宁申南路这一侧 他们已经搭了那个舞台了 他们已经搭了舞台在这里 然后呢 我所听到的讯息 就是要那个廖伟祥 在下午点 也会绕人在这个地方 那所以呢 这个地方如果又是被 国民党申请下来 真的我们会很危险 所以后来 这个立场非常不同的两群人 但是后来再去了解的时候 后来我们党部就赶快 积极的去移应 后来发现这个路权 上面是写国民党 但是好像没有完成程序 所以我们就赶快把它卸下来了 所以现在这边 中山南路这边 我们也可以自然移出到这里了 这个其实就变成说 整个的平面图 我们来看会变成两边的人马 一边就是中山南路 靠近青岛东路这一侧 大概都是我们这些 自发性来的民众 然后另外这边 可能林森南路 跟青岛东路的这一侧 可能就是变成是国民党 他们自己在动员的一些人 那所以我是觉得 坦白讲我们很担心的 就是说我们希望 这是理性的对外 来做一个表达态度的立场 那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举手有苏人家 但是我们立场还是很坚定 我们一定要把论述讲清楚 因为刚刚电影有讲 其实未来如果我们要申请视线的话 在议场上所表达的任何的一个法律的见解 都可以当作一个书面资料提供给大法官 提供让他们了解当时的这个法 法律的条文 大家争议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表达立场跟态度很重要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今天 为什么在场的很多很多的朋友 包括我们明佑也是 我们去都会告诉大家我们的理性 只要有人要你冲 因为我们所知道的 像之前三一八旋印的时候 我们跟所有的议员 我们那时候是所有议员 挡在学生的前面 那对方是谁呢 统促党的白狼 所以他们谁才是黑道 统促党的白狼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会不会再出现 或者是蓝天的什么会不会再出现 那如果来的时候 当然我们议员还是会在前面 但是我们是希望说 我们是理性的 针对这次的今天的这样子 荒谬的一种扩权的行为 我们表达严正的抗议 我也很感谢所有的 来到现场的支持 声援这些民党的立法委员 在议场上表达他们的充分的态度 但是呢 议员我想请教 因为你刚才讲到的是说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很希望 就是抗议的群众可以很理性 包括这个盾牌牙医师 舒嬅也说要你冲议场的 有可能都是spy 有可能都是间谍 但是偏偏就是有人在塞人 例如说像蔡正元 他们就会讲这些话 他说为耳不公的赢亚灰 民党动员群众包围立法院却不公 那这样就没有什么用啊 你就拿不到20万月薪 也拿不到云豹能源的股票 就冷嘲热讽的话 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就说嘛 他讲这些话是要去激怒 激怒那些 他们懒赢的那些支持者 到达现场来 来跟这些所谓的自主信赖的民众 有个对视 所以也有可能这些人会 进来到或者是渗透到里面来 但扮演一个号召群众 往前冲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在这边要呼吁大家 要任何人叫你往前冲 那个人可能就是敌对阵营的人 因为我们的人绝不会要求你往前冲 而且刚刚好 那个明玉姐也有讲 然后可能立法院所有的大门全部都是打开 通常那是像这样子紧急的事件的话 通常所有的门都会关闭或铁门会拉下来 因为有可能会爆发冲突或有人冲进去 你们要保护立法委员 你们怎么门户洞开呢 那这个门户洞开是谁下令的 立法院里面最大的是韩国语 那是谁下令的 为什么可以让门户洞开 而不是去保护 不要让人家随便冲进来 只要有一个人冲进来 又是说是民进党的手作手为 就会要求什么 你看现在民众党就讲 赖清德要出来讲 叫他们不要 就是说当家闹事 对你们当家不能闹事 对然后如果随便一个人进去的时候 一定又指控说是民进党 那行政院长你要不要下台 都才刚上台就要叫他下台 所以就会变成这样子的舆论 所以我觉得这种自导自言的戏码 我们看多了 那我们的群众不是我们能叫的动得 但是我们只能呼吁所有的群众 我们来到现场 我们理性的看待 立法院在玩什么把戏 我们理性的看待 什么样的叫做群众运动 我们带着这些年轻人 包括很多年轻人没有参与 然后他们有些 我那天留言的时候 有一个16岁的高中生 他跟我讲说我可不可以去 我说如果没有课题就可以来 那我穿制服可以吗 我说如果可以尽量就不要穿制服 那可以来现场来参与 他说他想要参与这一场的公民运动 他觉得他也不是很认同 那他想要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想亲自来参与 所以我就说这些学生都是自己自发性的 然后很多上班族也是下了班以后又过来 所以我觉得他们如果再继续 演出这些荒腔走版的剧 包括所有的法案 又这样一一的到进行到二读 然后没有认为 没有任何的退缩空间的话 我相信这一场的战役一定延长赛会再继续 这样一线可能会再过大 那我还是要呼吁大家 我们就是好好的展现我们民主的素养 现在是所有的国际媒体都在看 不是只有台湾人民在看 而且我们也透过不断的透过不同的国外媒体的方式 去把现在目前的状况呈现出来给大家 所以也希望大家我们要做给国际媒体 做给任何的针对民主自由国家的这些伙伴们 看出来台湾的民主素养是什么 我们的民主素养 还有我们连发表我们的这个想法 其实也都是非常有秩序的 明佑哥稍后补充细节 因为刚才淑华特别点到了这个立法院门户洞开 明玉姐这是什么样的前行 我今天早因为我都从 我都是采访立法院 那其实我跑立法院跑了这么久 每次碰到这种抗争 只要有抗争的时候 立法院包括什么这个济南路的那个群衔楼 那个铁门都会先拉下来 然后中山南路也会那个 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青岛东这边 门也会把他这个关起来 那你说说那立委怎么过呢 那反正只要立委来 譬如像我们记者我们有带证件的 他门就会稍微打开一点 让你过去这样 那甚至他当时围得最严重最严重的时候 他基本上是全部的门通通都封起来 你只能从这个 只能从青岛东的一个小巷子进去 他只会开一个一个小小小小的门 然后还要进行层层的安检 这非常非常的严格 可是今天就是非常的奇怪 你知道我早上九点钟 我从立法院进去的时候 我从济南路的那个门进去 他门是大喇喇的打开的 那虽然有警察站在那边 但是他的门是大喇喇的打开 不像以前 只要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 他铁门就拉下来 然后你就要想办法从这个 就要穿越小巷子 去找那个可以进去的地方 其实那时候我们都烦死了 因为有时候我们那个采访大包小包 还要去找可以进去的门 还要看证件 非常非常严格 可是今天好奇怪 今天整个四周 你可以看已经这么多 这么多群众聚集 可是他整个门还是 整个门户洞开 我真的可以用门户洞开来形容 然后后来到刚刚我在录影的时候 我还有在跟立法院的这个同事 再确认一下 他说对 现在门还是开开的 现在还是开着 对 外面人越来越多 对 那我就要问说 就是说你看 反而是台上的 我今天一直在听到 包括四周台上的群众 他们一直在呼吁说 我们今天一定要理性平和 理性平和 是绝对不能冲什么什么的 可是你看 我觉得从昨天的氛围 我自己从政治记者 我就嗅到很奇怪的氛围 譬如像傅昆奇 一直跟你讲说 中南部 有黑道 要开始上来 要知识 然后国民党就紧张 你就开始要什么 动员警察什么的 那好 我就是 譬如说我就先小人 我就以我政治记者 我合理的怀疑 如果说你今天门户洞开 然后你又开始说有黑道 然后想要来煽动群众 冲啊冲啊 那到时候知识的会是谁 那如果说真的 到时候有暴动 或是说国民党介入权 他就是希望你最后爬起来 他可以合理的来动用警察权 他本来是一场 理性平和的抗争 只要有人暴动 警察就可以出动 就可以来镇压 可以来镇报 然后盛事可以把这些群众给驱散走 那这是第一个 他们想要看到的局面 就是蓝营最想看到 就是说本来是那个万民的 这个我们很理性平和的 最好你们是暴动起来 我可以合理动用警察权 因为这是副官级特别征调警察 现在警察他开始征调 他就看你们谁在暴动 他就可以叫警察 直接把这些民众给驱离驱散 我觉得是他们想要的目的 再来我觉得他们会把 会那个蓝白 他们的目的会想要把外面这些群众 冠上成暴力分子 冠上成暴力分子 怒造成那些人都来乱的 对 反正他们里面是民主 然后外面是暴力分子 所以我真心觉得 我真心觉得说 第一个这个就是去参与的群众 千万不要上当 不要叫你什么冲啊冲啊的这样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还是要小心 因为到时候知识的人不一定 他现在说什么黑衣人就是 拜托 大家都在黑衣 这谁穿黑衣就是黑衣 就是黑道啊 这个拜托 今天茗玉姐也是穿黑的 对啊 那我们都是黑道嘛 明佑也是啊 黑道要问民众党 不是都包手来 我觉得太讽刺了啦 还是真的我觉得 我觉得我今天看到很多 不寻常的状况 我还是觉得心里会觉得怕怕的 茗玉姐讲这个状况 真的非常诡异 因为外面集结的人越来越多 但立法院反倒是门户洞 对 这是什么样诡异的氛围 稍后回来明佑哥 我们继续来解析